110年特种考试地方政府公务人员考试 澎湖考区三等、四等及五等考试 于12月11日至13日为期三天 在澎湖高级海市水产职业学校举办 本次考试报考总人数443人 考选部常务次长曾慧敏 在县府副县长洪庆舅 人事处处长陈荣雄 澎水校长谢明渊等人陪同下 致考场巡视 并对事务工作人员于考试期间的辛劳予以为 谢谢这个副县长还有这个陈处长 那也谢谢这个校长把学校借给我们 那疫情期间这个我们的规定比较多 所以也可能对大家在工作上要求比较多 这也谢谢大家愿意来配合 那也谢谢学校 因为这学校总是多少会打扰到 那处长带领这个人事处 还有市府的团队 给我们很好的支持 那我再次代表考选部来谢谢大家 也祝我们这几天的考试一定都能够圆满顺利完成 谢谢大家 地方特考自63年举办迄今 以把着无数优秀人才为政府所用 本县及所属机关学校等职务出缺 也大都已列入地方特考为主 期望能增加本县子弟投身公职行列的机会 对于本县各机关公务人力的补充与稳定 有极大的帮助 本年各职等类科共计将录取18类科 40名地方基层公务人员 录取率高达10% 在全国来讲算是很高的录取率 县府人事处表示 本项考试分别于台北、澎湖等13个考区同步举行 澎湖考区考场设置于澎湖海市水产直校 将录取三等、四等及五等各类科 共计40个职缺 本项考试预定于111年3月放榜 记者 陈荣誉报导